为鼓励赞美的优秀贫困学子世界华夏妇女联合会日前在洛杉矶 Elmoney市举行了第三届关爱华裔学子奸学金发放一事 本次活动在刚刚启用的美国居元文化交流促进中心举行 世界华夏妇女联合会会长陆来宾首先表示 希望通过捐款的行为呼吁社会各界鼎力帮助弱势群体 而自助教育也是为了鼓励贫困家庭的孩子努力向上 自强不息顺利完成学业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回馈社会 当天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组组长汤长安发表致辞 向世界华夏妇女联合会表示赞赏和祝贺 洛杉矶郡长代表吴中国 Arcadia市市议员April Verlado Temple City市市长Cynthia Sternquist等政要为受助学生代表和活动主办方颁发了合状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届这是第三届了 是帮助贫困的华裔学子跟家庭来给他们获得一部分的奖学金 来支持他们的完成学业 那这是我们连续第三届了 是我们华夏妇女会连续做的一件事情 本届活动与往年相比最大的亮点 不仅仅是只帮助了华裔的学子 还有几位其他族裔的学生也收到了捐款 几位学生在台上谈了他们的感想和对未来的期待 未能到场的学生的家长代表们 也发表了对世界华夏妇女联合会的感谢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孙房思达洛杉矶报道